欧洲智库 欧洲外交关系协会 7号公布了11个欧盟国家的民调 而当中美中两强呢 因为台湾发生冲突时 有多达60%的民众 希望自己的国家可以保持中立 23%认为那该跟美国站在一起 只有5%支持中国 而其中瑞典 波兰跟荷兰 都有超过三成认为应该支持美国 匈牙利跟保加利亚 则希望中立的民众 超过了七成 至于中立国奥地利则是有80%的民众 认为要保持中立 去年曾经率团访台的立陶宛 外交部副部长则表示呢 他相信真正的危机来临时 人们将会改变心态 就像是呢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欧洲人所展现的支持 因此呼吁欧洲政府决策者 应该要为台海情势做好准备 本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视野